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美国国防部很有可能 为邀请台湾共同参与 2022年明年环太平洋的军演 再来央行 央行第三波的打房 这一次的范围竟然针对了 如果您有第二套房的话 人家说很有可能会达到了无辜 到底两个重要的事件 所带来的影响 头马上为您说清楚 经济学人一份重要的 智库调查报告 说疫情冲击之下 全世界揭燃 有五大产业伤很大 到底是哪五大产业 这些产业而后又该如何因应活下去呢 反观中华征信所这份报告 倒是我们台湾骄傲台湾之光 他看到了台湾的工商业界 调查之后发现到我们的工商业界 竟然三绿三升 而且三绿升的情况 已经来到了近三年来的新高 这代表台湾企业的底气 实力跟预告者 我们之后在打国际舞台当中 我们是有很强大的优势在 什么的优势 我们又该如何好好的把握 台湾云专家带了前线第二个大独家 粉丝提问时间很快的来到了第三十三集 粉丝问的两家公司都是大型量也大 所以就帮您追了 他说很奇怪耶 乱讲这个台大店国具 营收都在创新高 为什么股价竟然破了年限 这么惨呢 到底是谁杀的 第二个 难道国具跟台大店的未来 真的很差吗 没有期待性了吗 还是说真的有错杀的疑虑呢 未来的机会跟挑战 您的关心 我们就把它说明白 介绍来宾军大哥你好 非常好 大家晚安 博杰 非常好 大家好 孟大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观众 您好 晚安 孟大 大家好 站回了 台股今天大涨 大涨了181点 而且如果你仔细看 会发现到 真不简单耶 这三条线 有周线 有半年线 有月线 换句话说 集中市场 把周线跟半年线都站回去咯 剩下绿色这一条的月线 还没站回 下周有机会站上去挑战吗 但贵买就不要轻哦 贵买这三条线全部都站上了 所以今天的贵买表现是强过了集中 在伴随的KD 两个都出现了黄金交叉呢 所以了 看起来下个礼拜应该有所期待 但本周不太好耶 这个礼拜竟然跌了16点 索性还有一个下影线 大家去把它埋起来的下影线 因此下周呢 为什么对下周还在报以一点点期许 那是因为新台币 新台币呢 今天平盘现在这儿哦 从头到尾呈现了走升的格局 只要走升 昨天口口大哥不说了吗 台币的走升 其实有利于外资的买盘 当然呢 外资买逐利大户更归对了 建成昨天明白讲了 逐利大户真的有归对 不然高价股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股王股后等等 这四档的标的 今天呢 高价股再改写 历史新高 真的是不简单啊 不简单包括了外资 外资今天呢 连续两天的呈现了买钞 开心 No 因为期货空单 竟然再增加也不好 二不好 在这儿 您看大盘只是往上大涨 PocoRigio竟然是往下掉 这怎么会好呢 难怪 下午三点开盘的夜盘 今天灌州说明白了 开低之后震荡走低 昨天明哲在 他是长的 今天灌州来反而压回 下个礼拜会不会要担心呢 张天互见 高林报告 露骨跌得重 杀到最低点 那是因为 中国大陆12个省限电 很多的企业 包括台商在内 被迫要停工停产 我下个礼拜就深入追 这个大主题 疫情出局之下 幸好我们台湾 现在的电价连七栋 帮大家渡过难关 白宫半导体高峰会 昨天前线也追了 真的 美国商务部狠了心 要求各大企业 给出了半导体的供应链 相关的库存数据 总之 这个新闻 我还会再帮您盯下去了 台股今天的大涨 就算是收红 但博姐请上来 还是有两件事情 颇让我觉得小担心的 一个是美国国会的建议 建议美国国防部 要邀请我们台湾 参加明年2022 环太平洋的军言 大概在夏威夷附近 但这个area范围 都叫做环太平洋 邀请台湾意义何在 要好呢 昨天看到几件事会议 决定三度出手 打炒房 而且这次针对 第二户房贷 听说会伤到了无辜 如果我自己住一间 再买一个小套房 做投资的话 不好意思也不行了 金融业界说 此局将是为明年升息 预做准备 您的解读 第一个 环太平洋军言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赶快来看 环太平洋军言 过去都是什么 由美军主导 两年半一次 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 国际海上的军事演习 而且重点是什么 他是美国主导 对不对 表示说他会邀请你来 联邦 对啊 你美国跟这个盟邦的关系 一定是密切 他才会请你来 你看过去 我们在讲台美关系 好像没有那么升温 这两年因为中美贸易战 竟然请我们去演习 而且环太平洋 就像刚柏杰说的 盟邦国家会被邀请 以前涵盖的像日本 澳洲等等 都被邀请在内 共同军演 对 所以他的意义很重要 是什么 未来要强化美台的军事交流 关系 提升台湾的军事地位 但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演习 不是美国邀 我们一定能去 为什么 因为可能要每个盟邦都同意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变数 但我想你获得邀请函 这个对台湾来讲 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我们被重视 而台湾的安全更升温了 大家在乎 央行 央行这个 他新规定 六都还有新竹 第二户信贷 房贷 不准用宽限期 之前什么 央行都在看第三户 这次看到第二户 告诉你一件事 是过热的 你不要太执着 在这个房地产上面 所以范围缩减了 被打到人将更多了 所以你看央行跟你讲 他说他不是要重手打炒房 只是他看到建筑的融资一直往上跑 他不希望什么信用资源 全部集中在房地产 购地信用贷款扩大 所以其实他不是打炒房 他是告诉你不要炒房 不要炒房 什么叫宽限期 跟你在下报告 我买了房子大概前两年 应该是前两年 是不用还本金的 所以那个叫宽限期 如果你买第二间 不让你用宽限期 就意味着你买房子之后的 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就要本家利共同还 这负担可重 所以如果照您看 这一次的压港 第三波的打炒房 看来是铁了心了 根本就是摆明下重手 对这是下重手 好那结论呢 好结论大家会讲 这个是预备明年要升系 但我看过去央行动作是这样 他不会美国一升 他马上升 所以央行他会参考 联准会的动向 那如果以美国时间看 是不是就明年的这个 可能第四季 那应该最快就是在 2023年升息的 机率会比较高 我完全认同 因为昨天联准会 会议之后最快2022升息 但是2022的下半年 第四季升 而我们尾随在后 就会在这个后年的第一季 或上半年升息了 来看一下 我们升息没有那么快 但是台币呢 至今还呈现的走升的 今天的台币哦 收盘是呈现升值 所以热钱依旧是涌进来 因此难怪这个台币 这两天是呈现升的 升而外资钱进来 买的当然就是大型股了 提醒您今天的大型股 包括了台积电收涨 今年也涨 新兴今天也收涨 今年更涨了六成三 大涨格局 台大电今年表现不怎么样 但今天也是收红的 告诉您哦 各自有消息 台积电的一条龙 冲刺先进封装 什么叫一条龙 带国节会教大家 有好有坏 韩国媒体说 三星踢走我们的台积电 夺走了特斯拉 HW4.0的晶片大单 这是什么单子了 小摩也明白讲 新兴很有机会拿到了两成以上的 S3的载版份额 真的这么好吗 得一携手台达电 抢供企业用的伺服器 电源供应器 这都是好消息 请问什么样的合作计划 第一个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很重要 先进一条龙封装用在哪里 三奈米制程左右的 很高阶的 那这个东西还有讲 它是叫做晶圆级封装 也就是说了 这个东西 你如果再拿到外面去封装 可能效益不高 再来技术也不够强 所以它提供客户完整的生产服务 你这一颗的晶片设计好之后 交由我台积电来制造代工 后续的呢 你就不用再找其他人封装了 我全部帮你弄好 晶片完好无缺 做好之后 交给你装在手机上 所以这就叫一条龙封装 另外一个讲到这个三星的 这个代工特斯拉的晶片 因为三星在这个HW3.0晶片 就目前在使用 它就正在代工 所以其实下一代让它做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所以这个晶片是放在特斯拉的电动车 对 如果说4.0的话 可能全新的皮卡那台会先来用 那3.0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些 相关的这个电动车系列都是在用的 所以如果我讲特斯拉电动车的车用晶片 是交给神仲制造代工 对咯 但不是全部 就某一颗比较重要的晶片的部分 但是你看它其实有讲到 就是因为生产成本 长期合作技术等等 就是说之前我用习惯 现在可能有来杀价玩 比台积电便宜一点 但是你要讲 重点是说三星常常晶片会过热 或效能 可是它如果3.0晶片 都用的 它一定是用的不错 4.0才会继续交给它 没错 所以这一颗特斯拉的这个车用晶片 Samsung代工 带的应该还不错 应该还不错 做的良率应该算高的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来看就是说 过去还是有隐患 所以我觉得长期 电动车不只有特斯拉 自驾车也不只有特斯拉 对不对 所以其实长期来看冲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好台积电 Samsung都是晶片半导体股 帮我们注意一下台积电跟联电两档K 好看一下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刚好回到这个跳空缺口 也是起涨点的附近 所以这边短线出现支撑 我判断 其实在下个礼拜 应该还有机会再回来 大概620块上下这个位置 所以620是多方挑战目标区 那这个620的台积电连电呢 好连电这边高档姿态整理还蛮漂亮 你看虽然一个平台跌破 对不对 马上就涨回来了 这代表说其实下个礼拜震荡过后 70到72这个位置 还是有机会来挑战 所以台积电盯着620看 然后联电盯着70看 对不对 对 跟您报告台积电跟联电 今天外资投信同步都同买超 实属难得呢 来星星 好星星这个传说拿下20%的iPhone 13的BT载版 这个没有错因为iPhone 13的这个毫米坡电路板 生产越来越复杂 那星星的技术算高的 所以BT载版就是呢 那个板子上面放晶片 那个叫载版 没错 那其实不只是工研院 外资也都讲 这个这次新增都有新星 所以对于新星来讲 今年到明年确实 这个整个营收 它是有动能的 我问你 那可见得新星 在这个毫米坡电路板载版当中 它的良率啊品质 Quality一定是很好 不然怎么会接到苹果S3的单 对没错 苹果的单子 要成为它的供应链 是严查的 对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台湾不管是新星 景硕南电 这个技术都算高的 好检查一下 载版的新星跟南电K 好看新星 最近就是一个横向震荡整理 140块不跌破之前 你都要看多 这边都还有机会来挑战前高 140多方防守假区 南电 南电是 你看沿着这个 大概是十日线的位置 你看拉回来 一跌破就站回去 所以十日线没跌破之前 我判断都还会再创高 我问你 所以南电这已经是来到 波段新高了吧 历史新高 历史时高 我们秀一下月K 把我看一下南电时高 你还真的长高高 484 再来这2308的 德意合作台达电 这个台达电我们讲 它是电源供应器的 桥楚龙头 那德意看中台达电 在氮化加跟MCU相关的一些电力电子的核心技术 这是维控制晶片 对好 所以说在这个区块来讲 他们合作什么 为资料中心要提供高效伺服器的电源供应器 这个是一个趋势 为什么 因为企业用的这一块 它是量大 而且技术要高的 所以对台达电来讲 长线是一个利多 上次我们教过 波及也说过了 什么叫伺服器 伺服器就是 范尔甲存资料的地方 不论是云端 不论是高级技术 企业的资料 一定是多的不得了 这些非常Big Data 那当然就要用很高效能的 量很大的伺服器来存 那可见得台达电的技术很优柔 才会被德意给挑上 没错 就是强强联手了 来相关概念股 好相关概念股 台达电跟文貌 你看台达电今年就是什么 不受法人青睐 其实业绩都是在成长的 对啊 你看把这个高点 拍谁 这高点如果这么一连 下降轨道线 好像还没越过 对还没越过 因为今天也是黑棒 所以后面你要观察 时间长一点点 你会发现外资在主导它 你看外资 这是外资卖 这一段外资一直卖 所以表示说 外资的买盘 什么时候真正回笼 它才会有办法 打完底开始往上攻 所以台达电 外资连续卖 股价真的被卖下来 等到日后 外资有卖转买 连续买回来 才有机会打底完成 跟您报告 2308 今天的台达电 外资有买回来 但买一天不算 要买很多天 好 文貌来 文貌也是类似的情形 你看 其实时间拉长一点 你会发现 它的筹码面 外资在这里 从这个年初一直到现在 它是比较偏向卖方 所以你看它也是一个 在底部震荡打底的一个格局 那我问您 它如果要企图转墙的 观察价位 我觉得350这里 这两条线 这个是应该有季线 甚至在年线的位置 你要先重新站回去 才有机会波段转墙 记住他 文貌350 如果均线的反压350 老师站不回去的话 压力还是比较重 为什么 因为文貌 今天的外资 投信 铜 卖超 都在卖 所以把今天的法人动作 也帮您做一下插播了 讲到法人动作 这个法人 我倒有兴趣了 是摩根森丽大摩 大摩说 面板厂 现在大的面板厂 纷纷在减产 其实有利于 缓和第四季价格的跌势 能够放缓下来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分 尤达 全创 您看 会不会就是大摩这番说法 尤达大长 全创部分 今天也有量往上了 博姐 这刚刚那个消息 要给答应就好 是为面板厂 带来一些的束光 对 是束光没有错 太好了 感谢您的心情回座 到底这个光 因为它是束光 束光等着天亮 等着太阳光光 天上高个光 所以束光 真的能够放大光芒吗 这个新闻如果解读 而且我还在乎的是 麻烦博姐帮我做 因为面板厂如果这个真的成立的话 不就等同于利空出尽骨 利空出尽的肋骨成为排名上的焦点了吗 到底下礼拜选股重心都麻烦他了 说到了选 这本选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中国大陆政府来救它恒大 昨天的中国政府已经说了 他们要救恒大 所以您觉得 恒大集团的利空 完全不用担心了吗 非也 因为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货币供应量 N1减掉N2 好像发现到恐怖 中国大陆流动性风险还在 而且颇大 贯州预告 我想在为什么最近这个恒大事件 中国从阿里巴巴的马云 到演艺圈的赵薇 到这个恒大世界 其实一路以来都是一个调控的结果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利空 会在这边正式结束吗 还是后面还有雨波荡漾 对 是连续剧 还是最后一集呢 您看连大陆官方都警告了 要求地方政府要做好 恒大倒下的准备了 而接下来这一个呢 不用准备 我们期待 期待什么 疫情冲击之下 没想到哦 亚洲开发银行已经名奖了 明年2022 亚洲所有这个区域经济体 有两个国家可以当亮点 带着亚洲经济网上公布答案 就是印度跟马来西亚 因为呢明年的GDP 亚银都是上修的 而我们台湾 它是持平的哦 跟中国韩国一样 不知道这个榜单 这样个预测 看出什么样的明年 亚洲经济 这些国家的发展端倪呢 梦道 是没错 亚银公布最新的 这些经济展望报告 大多数的国家都往下调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马来西亚 一个叫印度 那为什么到底会把 这两个国家经济 成长率往上调 背后有没有什么悬外之音 等一下跟各位说清楚 讲明白 对 这个题目是太重要 我就等梦道来 插播一下印度好不好 包括今天哦 印度不知道 我今天要讲它 但是印度股市哦 就在今天 继续继续 Continue的创 历史新高 观众朋友 人家说 股价会说话 我说是今天哦 历史新高 所以呢 我们也不要笑人 也不要羡慕人家了 我们曾经也穿过历史新高 我们的万八 不就是历史新高吗 因此台股的下一步呢 今天台股 成龙大哥要从德国来说起了 9月16号就是礼拜天 德国进行国会大选 如果真的选举结束 梅克尔16年执政的时代 正式画下落幕的话 那么德国变天 牵动国际金融市场 怎么样的影响 亚洲台湾 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台股呢 成龙大哥 最近呢 这个浓浓的正智慧 这个下个礼拜 德国总理可能就要换人 那我们都习惯梅克尔 那梅克尔呢 他过去这16年执政 带给世界什么 然后呢 他对整个全世界 金融市场的影响 待会我们说明 而且成龙大哥要告诉您哦 不要以为远在欧洲的德国 跟我们台湾没啥关系 告诉您 关系可大的呢 让成龙大哥 把这个跟这个 逻辑因果关系说清楚 那这个第二题 关系就真的很密切了 9月24号就在今天 美日印澳开了 四方的高峰会 听说这个四方高峰会 目的就是要打造 新的半导体链 我们在这半导体 金融代工的No.1 现在我们如何来观察呢 正 开始 关系 远 Cada 打 关系 selection 廣